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专场 接下来由我跟大家分享 关于开源的一个历史 关于如何去描述开源历史 如何去串述开源历史 我之所以在文化的这个专场去分享历史 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个英语的文化 那我们必须去了解它的历史 比如说在过去发生了什么 什么人干了什么事情 无论是技术史还是其他的历史 我们都是这样一个思路 因为如果你无法了解一件事物的过去 你也无法了解它的现在 当然你更不可能去了解它的未来 那所以说 我认为如果想了解阿帕奇之道 了解开源文化 那你不得不了解开源之史 也得了解阿帕奇的历史 阿帕奇的历史是非常生气 非常有趣的 对 OK 那今天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时间 我会跟大家去参数一下 我是谁 对 作为 作为我们这次大会的文化专栏的出品人 以及呃演讲者 对 我我 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谁 对 然后我会给大家参数 就是 我为什么要去写一部开源的历史 对 在很多人的眼里 开源的历史 只能写一本书吗 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 但是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一个 对开源有着很热忱的 呃 愿意参与着 那么我必须去了解他的过去和现在 然后我才能知道他未来是怎么样子的 呃 然后 作为一名步道师 我需要告诉 呃 年轻人 如果你参与到开源世界里边 你会得到什么样的 好处 你会经历什么 对 如果你 在某些方面做错了 你可能 不会有啥收获 呃 那我就会思考 那写这部历史的话 那从哪里入手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叙述这个事情 呃 当然我会分享一下我的空 我遇到的一些障碍 呃 当然 有一些我征服了 有一些我还没有 对 呃 这就是我今天的议程 呃 当然 呃 由于是在线 我没法跟你做交互 假如说在现场的话 那我很会念我们的前几年能够在线下参加一下会议 我可以跟这场的观众进行互动 嗯 很可惜 也许明年吧 明年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进行互动 呃 我写了很多是东西 是 嗯 尤其是最近几年 呃 呃 我有一个博客 嗯 基于博客延伸出来的一个站点 对 当然开源之道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 开源之道 致力于开源相关思想 知识和价值的摊究和推动 呃 大家可以去了解 嗯 了解相关我做过的事情 那我的作品呢 就是我在去年写过一本书是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写作计划 是发现开源三部曲的开源之谜第一部 啊 已经出现 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上买得到 那我现在正在一个以公开的方式 去创作的一个部作品 叫开源之识 呃 大家可以稍微扫描我这个屏幕的 右边的 嗯 二维码 你可以读到 我大概写了一件二三十片的关于开源的 呃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的一部分 而我在持续的创作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你对内容有什么批评 欢迎你留言 呃 对 嗯 嗯 那 我关于我个人更多的东西就是 其实你最 如果你对我 个人的一些动动作一些成 那就读去读我的作品 大概有六篇多篇文章 呃 有书 对 那我本人也在 多家开源机构担任咨询和创导 包括我是 我们LC北京的成员 啊 当然我也是 Linic Foundation APEC的 布道者团队的主席 也是我们 兴通院组织 奥斯卡的个人开源专家 啊 还有其他一些担任的认知 嗯 对 关于我 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对 如果你有什么对布道者啊 作者或者是参与开源的一些 呃 基础知识啊 或者是等等任何 anism 你可以去通过网站找到我 对 也可以去加入客人之道旗下的几个 呃 弄坛 对 我们会讨论商业 讨论 呃 讨论community 讨论法律 对 呃讨论和算 对 和讨论这个企业的等等 各种各样的讨论 呃 anyway 当然 如果你希望加入Irc北京的话 我也可以帮忙引荐 呃 接下来就归入正题啊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写这部 就是对 就是 我们再去网上去查资料的话 有危机贵客 嗯 然后还有一些 呃 书籍 那我为什么还多多次一句写个开源知识 其实 呃 首先是我个人的需求 只是这就说这是我们开源里边最最重要的 就是我不是什么 首先是我个人知识 因为我要写开源自发现开源三部曲的透两部 第一部已经写了就是开源之谜 开源之谜是一个导游的身份 就是我描述的开源世界的整个的轮廓啊 对开源事件 对开源的世界里有什么人有什么事啊 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有哪几个大城市 我们的生活形成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些 这是开源之谜 那接下来其实开源之道和开源知识的话 就是因为开源之道去其实是要给大家讲述 在开源的世界里怎么做才能成功 或者是你怎么样做才算是开源的这种符合开源的这种哲学 或者是一种理念 那既然是要做这个所谓的open source 那你要肯肯定需要很多的案例 对吧 他做做怎么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最后一步走到走成功了 把项目做成功 那还有一些企业或者一些机构 比如说大学的教授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商人 或者是一些非有利性组织的管理者等等 这些人最后把一个围绕着开源项目去建立一个community 建立一个能够被社会去持续的发展 那我必须去找到这样一些案例 我才能有说服力的去去给大家讲 开源之道 他他不是说是什么人任意的去做这些事情 他都可以成功 他是一个懒散的这种状态 他不需要管理的 不需要组织的 不是的 他有他的文道 所以说为了积累这些素材 在没有出版社跟我签约之前 那我需要去KNZ4 回顾所有的这些事情 那当然KNZ4呢 其实就是说 这就是反思这个为什么的过程 就说我们这个事件还需要这样的制组织的 或者是怎么松散的开发模式吗 在数字的事件当中 KNZ究竟占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他究竟是越来越重要还是有所谓 因为我们现实生活的 不管是这个资本驱动的还是传的就是马克斯韦伯 向上这个超级英雄这种驱动的 就卡马里斯对这种驱动的事情 已经足够好了 那假如说加上我们的这种network 这种圈子 那我们 我们的世界已经足够去驱动了 为什么还有一句KNZ那种 送散的 自知的看起来 根本没什么 他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在过去的30年 二三十年当中 他成就了很多伟大的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是越来越占据 我们现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整个的底层 那我们需要去反思这样一种生产力 或者这样一种协助模式 他究竟对于我们未来的影响是什么 对了 那比如说未来的国内网和元宇宙的发展 web web现在的2.0被巨头垄断的这种方式 我们未来还有没有可能改变 那开源在这些当中究竟是处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他的经济模式是什么 他的可持续性发展是什么 他对于人性 那我们的社会的整个的这种包容 那其实思考东西有很多 那我也要去去要去寄来树菜 去观察过去和现在 然后再去可能的情况下 预示未来 当然这个做到那个就是胡扯 预示未来是胡扯 就说那我至少在我怎么的知识和经验的推断当中 开源究竟有没有前途 那假如说开源这件事情不可持续 那可能他明天就消失了 因为这个是历史是最公平的 那所以说为了写这两部诸 我需要最终就停下来写开源知识 那这个开源知识呢可能会花个2到3年 或3到5年去把这个开源知识去写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诉求 所以需要寄来去树菜 然后 那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人我们都知道做工程的工程师啊 因为我也是工程师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种智力上的合作 其实人才是最大的这个 需要你去大量处理关于人的一些事情 那其实我们开源已经 因为他已经有一段历史 其实面临着代际更新的问题 那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代人成功的事情 那如果接下来下一代人没有接下 一口气接不上 所谓的我们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情况不见 那一口气上不来 那可能就开源从事就碎乱 那其实我们作为步道者 或者就面临这样一个开 代际更新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 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 要不要去理解 开源过去 他当初是为什么会发起开源 开源之前的 经历了那些事情 以我个人的了解 就是现在的 你去查阅资料的时候 你去看维基北科也好 或者是看一些过去写的书也好 其实 没那么 写的好 就是至少从我们一个 中文的一个视角或者是一个独特的 这种 你已经很难去把这个事情去解释清楚 对 因为我们知道开源它不只是技术这么简单 如果它真的是技术这么简单就好 对 那我们需要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或者是现在还不了解开源的人 讲清楚这个开源历史 开源的历史 就是开源背后的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个项目最初有谁参与 他为什么参与 那参与之后的产场分配是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开源本身的大部分 搭便车这种事情 他们是如何平衡和处理的 为什么可以结盟 为什么可以 有的被非营利性组织去雇佣 非营利性组织 为什么可以发展的那么大 比如说我们的韩系 防灾圣 他最初就是一个 对我给大家放的这张图片 就是Apaq抗的第一件Apaq抗 我们看到聊聊书了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项目 是Apaq HDD 对 对 然后 那个时候不叫Apaq 只是一个小的group 就是为了各自的web服务 然后去打了一些骨店 我到现在发展 大家都知道Apaq 已经发展成一个开源世界的一个亮丽的象征 那这中间经历过什么 有Apaq有没有遇到过危机 比如说他在许可证方面 为什么跟GPL2不兼容 对 对 这都是我们去需要去了解 然后最后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写开源之史一样 就是 就像我写发现开源上部区 开源之名或开源到开源之史 其实 对于本土来讲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 和本来就是有距离的一个事情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以及过去的研究 以及跟我们同行的沟通 当我们去聊开源的时候 其实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和出发点 都是不一样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说 是按照我们现有的文化环境 和知识体系去了解开源 至少比如说很大一部分人 是冲着搭便车的心态 去接触开源 就是我 我之所以去参与一些开源活动 我是为了更好的搭便车 或者是我为了避免场合 这样一种心态 其实你很难融入到开源世界当中 你永远是一个 开源世界去排制在外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很多的理由 然后去写这样一部书 那在阐述完这个要写的这样一部书之后 那我们那我面临的问题就是 从哪里都是问题 对 这个 那 这个 这个事情其实说 其实是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去想明白 那其实未必是一个 一个路口 那我可能就要 从多几个角度路口 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 最最核心的 哪开源它是计算机软件 就是 我说呢 这个属性决定了 那它必然是要从 机软件程序 这样一个 视角来去看 那也就是 技术史 对于技术史来说 那我们去 当我们去谈 这个 整个开源的技术史 啊 啊 啊 我们会追溯 30年前 20年前 这开源是 开源有哪些技术 那现在又有哪些技术 那在企业的技术站里边 它这样有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这个基础史是 我相信是很多人都比较了解 就是比如说 嗯 都是 能够特别清晰的去体会到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讲具体的某一个项目 Apaq HDDPT 啊 它在 1993年 第一个版本 后来又重新架构 有很多模块在 然后2.4 发布IT 然后2.2 然后到线这里 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我们去当我们去看这个技术史的时候 那我们去看到 它是围绕着 现实的需求 比如说有的将近模块 支持更多的 各种各样的外卖的 模块 对 其实写技术史的时候 我是根据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期望切入 比如说奈何的发展 或者是编译器的发展 等等这些 嗯 那如果讲开文 这是只讲技术的话 那其实 啊 确实就写着有点多余了 其实 我们当我们看到在每一个 呃 在每一个每一本书里边 每一个项目里边 他都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 举个例子 比如说 一本讲Pathom的书里边 他肯定会讲到 啊 讲到 Pathom语言是 在什么时候发展起来的 然后一点点干什么 二点点干什么 然后他的 嗯 对 他是他是怎么做的 呃 然后 那我们讲完技术史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 最需要看到的 就是 开元他之所以是开元 他是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 被社会认可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就需要讲到 法律经济秩序 那我们就要有许可的历史 呃 这个 关于软件 开元的许可的历史 我已经写完了 也不能说写完了 至少我大体的轮廓写完了 就是可能还有一些细节去 去帮你塞 结构上 已经把这个写完了 就是 因为就是 啊 世界上第一个开元许可 是什么时候 产生的 他是什么 他他当时许可的那种 建立了什么 然后 他的发展之后 他有他又添加了那些许可 然后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OSI的组织 然后去间别这些许可 哪些是符合开元的 哪些是符合不开元的 对许可软件的许可太多了 任何人都可以写一个自己的许可 就像开元的程序一样 那发展到现在 我们还看到有一些各种争执 甚至是有人诋毁 说是 现在OSI所这种十大标准 十个引导已经是过时了 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 其实蛮有一个非常没有意思的 就好像 这就我们可以如果 如果你更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到整个商业世界的这种 法律经济秩序的这种 塑造 他是如何形成的 对 不是一开始 看人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他必须经历过我们奋斗 他也会被别人的打压 就这样一个 相生相克的这个过程 是非常有意思 是 探完这个许可的话 那我们需要看 文化的演变 我们知道 开元是讲究多样性 那其实多样机会的承认着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对于一些世界看法是有不同的 做法 那为什么会有开元 开元是从什么演变过的 比如说我们会谈到 OpenSource Movement OpenSource Movement 然后你会再去推到自由软件运动 FreeSoftware Movement FreeFreeSoftware Movement 最往前 推到 什么 版主的文化 Saber 对 嗯 那到现在 我们再去 我们再去看的时候 那 大家都其实被小gethub这样的 商业的去托管元代码之后 大家去建立一个 一个看起来很好的一个 牢笼式的城市 那大家对这种开元的这种文化 其实根本就不在乎它背后的意义 那我只是一份工作 有人把代码买过来我去写一写就好 嗯 那 那写 那写 写开元的历史必须写文化的演变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看到 还有他的社会变迁这个 可能有点大了 有点可能是我 学识所限 我描述的不太精准 我的意思是想描述 呃 围绕这么一个项目的 这个community的变化 对 呃 到我们还 回顾看 比如说 Richard Stallman发起 Gnu的宣言 然后他建立了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然后围绕这么一个 项目 他会有一个小的团体 对 那我们再看到后来的Kernel的发展 对 那Kernel的发展 后来又 嗯 有些微微的商业的 为了商业的信任 然后我们看到有Linux Foundation的建立 Linux Foundation建立之后 又引起了很多的想 按照Linux这种发展方式去 发展的开源项目 比如说community 是 嗯 那我们看到Apaq 从一个Apaq Group 发展到Apaq Foundation 发展到Apaq Foundation之后 我们也建立了incubator 呃 然后 拓管了很多很多的项目 对 有有企业绝症 有个人捐赠的 现在 Apaq的incubator 是最活跃的一个项目 嗯 嗯 那 在当当一个一个组织下面 它产生了五六百个项目 community的时候 啊 我们看到 嗯 他们的 Apaq Foundation 这个整个的Apaq 等等这些组织 有一个非常松散的结构 那这样一个community的变化 其实对 开源的历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啊 呃 那 放到我们本地的话 那这种 这种community 啊 这也是我们昨天看到 那江丽老师跟李正虎同学去讲的 插序格局跟团体格局这样一种 他们在我们这种 急速的给个开放40年的 呃 变化当中 你很难形成一种 community 对 对 那 如果你觉得 这个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怎么去反思 反思他 反 对 我们甚至会看到一些 很奇奇怪怪的社会示范现象 对吧 比如说 我们拿着市场的这种管理的这种 呃 资本驱动的 这种成绩关系 然后 在开源的community 去试图去做一些事情 拿着指挥棒 对吧 去指挥一些人去干这种事情 嗯 对 他他会产生一些变形 那开源之时希望是能把这个东西回顾 回顾 那 呃 等最后我们会也会简单的去谈谈这种个人个体的心理啊 然后集体的一些意思 呃 这些技巧 就是说 你写一本历史 历史 该如何叙述 呃 最最最最最最最原始的方式 其实就是流水账 对吧 1991年 谁谁谁 呃 什么人什么时间干了就什么事情 然后2022年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种叙事是叙述的历史 其实是呃 就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世界 你没法去解释他背后的 社会原因或社会创新 或者是其他一些驱动的因素 比如说经济因素还是什么其他因素 那所以说这种肯定不是我要的 呃 开源之时肯定不会这么写 对 我可能会长生一些 他可能作为一种素材不行 那你必须是去说 那你 嗯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有些事情 不是一个历史学家 或者是一个叙述者去经历的事情 那你可能会产生一些脑补 呃 就是所谓的 自己去把这个 藕断失联或者什么 神经去 但这个这个事情是极为小心 或者是极为 嗯 你很难说出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啊 Apache Group 到Apache Foundation这个成立 中间 啊 我们知道啊 IBM参与 IBM的参与究竟对这个东西的推动 因为有多大 我们只能是从IBM当时的websphere的商业战略 嗯 以及当时的参与到Apache HTTP Group的这些IBM的员工 根据他们的叙述 然后我们去最后去探测 就说 嗯 啊 包括后来的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财产的一种 我们终后的这几个因素去最后推测 大家成立Apache Foundation 503C这个慈善组织的动机 那你必须去做出这样一个推测或虚构 否则 那就是 又回到了过去的就是这个一跳板 你没有动机可描述 对 这个是很冷冰冰的 对 那这个当然是我作为的历史的叙述者 会产生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观点 那当然这个可能会被不认可 但是没关系 欢迎大家去批判 去反馈 因为我们最主要了解历史的过程是 希望通过了解过去历史 能够发展我们现有的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 对 因为有很多坑我们如何避免 那如何有成功的经验我们去 然后复课 呃 对 这个叙述这个历史 其实是需要一些技巧 对 这个可能就是助作者或者是做作者 就自己主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会去评价一些历史事件 对吧 然后你会对一个项目感到可惜的吧 比如说给你用的嗨的 对 它究竟是架构的问题 还是创始人的问题 还是协助的问题 还是知识生产的问题 对比如说BSD的这个封崩离析的 嗯 各种UNIX的官司等等这些 你作为一个历史的后来者 你去观察这些的时候 嗯 还没有会发出一些评价和感慨 呃 对这个是不由自主的 因为一个技术 比如说一个技术的一个 我也是技术爱好者 你会去看到一个优美的架构 他最后却没有实现 呃 因为没有解决工程中的人的最大 最大的问题 人的问题 那 发一些感叹就是让我们看 嗯 呃 看一些历史书啊 或者是就是 嗯 做历史 就总会去做一些感慨的 对 呃 那我会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收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对于 我的挑战是相当大 呃 这个超越了很多 就像刚才大家看到的知识体系里边 你会涉及到经济 法律 政治 呃 社会 呃 还有一些技术 甚至是他们融合起来去描述一些事情 community 等等这样 所以说收集 也是一个对于很大挑战 该如何叙述 所以说 那就是 我写出来 大家怎么去看 呃 那最后一个就是 我遇到的困难 对 作为一个 嗯 啊 当然你看一些历史 历史学家的 那个自己的创作的动机 或者是方法的时候 嗯 对 每个历史学家都会有这样的 我们不得不 嗯 趴到历史的固执堆里 去拿到二手和三手的材料 啊 无法做到 一一体验 那么多项目 成千上万的项目 没法做到一个一个都参与的体验的到 嗯 嗯 这也是我们很难去做共识 有时候会争吵的一个巨大原因 啊 那最大的原因还是文化差异 嗯 我是土生土壮的中国人 嗯 像冲冲冲出来 然后 嗯 到了啊 大学 才会去接触技术 也是从技术入手 然后再慢慢的去 探索到开源的一个后背后庞大的东西 嗯 那当我去探索开源知识的时候呢 最大的还是文化差异 因为我始终是一个 本土的中国 呃 现代 在给予开放40年成长起来 这么这么一个去探索 因为互联网的发展 才能去感受得到 呃 在另一种文化中诞生的 这样一种写中模式 或者一种生产模式 嗯 那 我难免会带着我自己的文化 烙印 无论我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会 会 因为我的开源知识 其实是写给我们 中国人看 对 就是文化跟我相背景差不多的 我无法做到用另外一种 视角来去看这个事情 呃 这个文化差异是无法跨越 对 这个我已经改变 无法改变我过去几十年的这种生长环境 或者是这样 我只能去用一个呃文化 或者是呃 当然我不是自封者 我只是一个 嗯 学学学习的爱好者 那我可能就去 用尽自己的同理性去学习更多的这种 文化 把自己的尽量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去 倒空 然后去去描述 呃 对 他 也给了他很多的启发 那 其实 呃 如果没有人留言 那 他只是 把这个当一个段子看了 或者是干干脆就没有读这个 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了解的那些 开 历史就足够了 足够他去用 比如说 读者的视角 我也 呃 虽然说我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法规 包括我现在 呃 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演讲次评的读者 能够去对开元的历史产生一些兴趣 然后通过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一下 就是希望我能覆盖的到 当然这是一种渴求啊 那渴求当实现的是一个 所以非常难以跨越的 所以说 呃 那最后就说意义是什么 那对于我来说意义很大 那对于代际更新我要作为一个步道者 去给我的受众去做意义很大 对 嗯 嗯 这个障碍是难以跨越的 但是 我仍然会竭尽所能 去把这个事情去完成 呃 对 开元字识是可以再些阅读的 呃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完成了开元许可的演化 文化的善别也在正在写 然后技术的眼镜也在构施 呃 关于商业的这种各种发展细节 出了一篇啊 协作的演变 对 都有所 至少我把一些思路先给大家 就是把我的脑子开放出来 就是 呃 我要怎么写 我是怎么思考 然后现在就是呃架构是搭出来了 然后开始往里填了 填了 填了 现在填了就是十分之一不到 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工程 对 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会关注这个 比如说这个这个 石嘛 历史它是活的 它肯定是 嗯 呃 万物生生相克这种有压迫就有反抗 然后都有可持续化 那开源的演化其实也一样 GPLV3 GPLV2 GPL MIT BSD 对还有这些许可 它是怎么出来的 它当时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为什么去这么去写 对 这个演化的过程 我们需要把它整个魅络清晰的整理出来 呃 至少开源许可的演化 我是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也是 嗯 一些法律见的专家 就说至少这是一种 最思路上是一种创新 很少 不管是现有的材料 你很少看到去写一个开源许可的演化 呃 有很多行内的人不屑于感 就是大家支持默认的共识 那可能就是我做一个外行 去把这个事情去反而去做 嗯 anyway 希望大家可以去 这些的去读 如果有时候反馈的话 对如果对于你有什么帮助 而且你希望获得更多 来 给我留言 欢迎挑串 对那些的不对 符合你的胃口 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去留言 去写下来 呃 呃 开源 总而言之不只是那么 呃 呃 它不简单 它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方面 是我们原来 嗯 能够达到的高度的这种 嗯 是 少显有的我们全球化之后 能够把全球的这种 结合起来的一种写动模式 而且能够产生很大的 推动 嗯 它以背后有很多的 社会的文化 对 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开源知识 把它挖出来 呃 还是那句话 请就是enjoy 对 如果能反馈的话 就反馈了 如果你可以能够 跟我的思路 比较接近的话 我当然我也欢迎 你能够参与一块儿写 对 可能这次的作者 不应该只有一个人 对 呃 以上就是我跟大家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 嗯 对 还是那句话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 反馈 感谢大家 呃 欢迎阅读开源知识 了解开源知识 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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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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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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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